我们平时在维修电磁楼的时候 有些规律和经验可以借鉴的 可以参考 特别是不同的厂家品牌电磁楼 那么它会显示某一个故障代码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故障代码来进行判断 来进行它的判断 它的故障 那么这里我们就整结了一系列市场上常见的电磁楼的故障代码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故障代码大全去进行检修 这样可以达到快速的效果 你比如说报一年的故障 报一年的故障 那个爱亭电磁楼如果它报一年 所有的档位灯散 一般就内部电路故障 断电以后短时间内可以自行恢复 九阳电磁楼报一年故障 那就确定内部电路故障 直接查内部电路 TCL电磁楼报一年 那就是IGBT传感器开路 直接换掉传感器就OK 东林电磁楼报一年 那就是没有锅或者锅具材质不对 不同的电磁楼 三角电磁楼报一年 那就是电源电压低 多力电磁楼报一年故障 那是70度灯散 电流过大 隔离普通性电磁楼报一年 四点电压偏低 市场上所有的电磁楼 它报一年 那么它的故障现象 还有这个指引思路 这里都详细的 我们把它列出来了 那么 在检修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指引 直接去进行卫修 这样就相当快捷 相当快捷 好 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这里 再见